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1年9月4日,星期六 这个视频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最新的变种病毒,叫μ的这个变种病毒 现在呢,这个μ的变种病毒呢,引起来了全世界的关注 因为世卫组织在30号的时候呢,他们宣布说 把μ这个变异毒株呢,加到了关注的清单里面 那之前呢,有四种变异病毒在关注的清单里 现在呢,加上这个μ已经有五种的变异病毒加在了这个关注清单里面 那关注清单呢,其实它还不是一个最高级别的 最高级别的是那个忧虑清单 现在像Delta就是在优虑清单里面 Delta呢,现在已经证实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病毒 那这个μ这个变异病毒,为什么说 现在引起来全世界的关注呢 是因为世卫组织已经公布了 是因为这个μ这个变异呢 它的变异比较重大 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病毒啊,它是上面有很多的这个刺突的 这个病毒它每一天都有一些变异 那有一些变异呢,它不是那么的重要 但是呢,这个μ这个变异病毒呢 它的变异是这个刺突它有所变异 刺突就是病毒的一个主要的部分 它就是靠这个刺突和人体的细胞进行结合的 那我们这个疫苗呢,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的身体 要能够识别这个病毒 当这个病毒来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这个抗体 就能够起来破坏它这个刺突 使得这个病毒呢,不能够在我们身体里面进行复制 这样来保护我们的身体 不管是灭活疫苗也好 或者是那种信息疫苗也好 都是告诉我们的身体来识别它 来记住它 主要是呢,来识别这个刺突 那现在呢,这个病毒 这个μ这个病毒 它在这个刺突上有几个变异 那就使得我们现有的这个疫苗 给我们身体这个信息呢 就有可能识别不到它 因为它变样了 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得它会逃逸 我们现有疫苗所起的作用 无论是现有的疫苗所产生的抗体 还是呢,我们人身体受过这个感染之后 所产生的抗体 都对这个μ病毒不起作用 那我在前天的时候呢 我给大家就介绍了这件事情 世卫组织把它纳入了关注清单 我还跟大家说了一下呢 因为前天的时候呢 就在世卫组织公布之后 美国的抗疫官员 他们就做了一个记者会 尤其是福奇 他就出来说明了这件事情 一个呢,是说这个病毒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异 它有可能会有哪一些功能 关键就是这个抗体不起作用 这些疫苗呢,不起作用 同时福奇又跟大众说 我们会密切关注这个病毒 但是大家不用害怕 为什么说大家不用害怕 那是因为现在对这个新的μ这个病毒的认识 以上所说的它这些特征 都是实验室里面经过检验 发现的它这些特征 在现实当中 还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它有这些危害性 我认为呢,这件事情哈 说到这儿我就想说一下吧 这个病毒,这个变异呢 是早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在南美的哥伦比亚发现了 而且呢,这个病毒还引起来了 哥伦比亚它的第四波疫情 使得哥伦比亚第四波疫情 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前面三波的疫情呢 都没有这个第四波疫情更加的严重 它的日增的感染数量 都超出了前面的三波 而且它的死亡呢也很严重 有没有超出前面的三波呢 我现在还没有数据 我没有看到有明确的这样的报道 但是呢,我看到说 哥伦比亚 在四月到六月之间 他们每一天 他的死亡人数呢 都在700例左右 而这700例的死亡人数当中 三分之二都是这个μ病毒的感染 三分之二都是他的μ病毒感染 我认为这个μ病毒 它的死亡率很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对比了一下数据 世卫组织在30号 他们公布了这个之后 在31号的时候 我看到有这个BBC的报道 BBC还是引用了这个法新社的报道 就是说31号世卫组织所公布的数字说 截止到31号 全世界有39个国家和地区感染了μ这个病毒 一共的病例呢 有4500例 请注意啊 一共是4500例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了哈 就是哥伦比亚 他每一天的死亡的人数当中呢 有三分之二都是这个μ病毒 那我又查了一下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呢 他有一个最高值 就是这六月26号这一天 哥伦比亚他确诊的人数呢 是33000 那如果按三分之二 这个比例来算的话呢 他33000 他就是22000 但是很显然 哥伦比亚他感染的人数 不会有22000这么多 因为世卫组织说 截止到8月31号 所有的39个国家感染的病例 一共是4500 一共是4500 也就是说呢 你哪怕是4500 他也不是 那哥伦比亚6月26号 那一天的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呢 他这个μ感染的人数呢 远远他没有达到三分之二 而他死亡的人数 却达到三分之二 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这个死亡率 是相当高的 那如果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他又进一步的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疫苗 对他是没有用的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疫苗呢 第一 他不能保证你不感染 第二 他能够保证你 不转成重症 能保证你呢 不至于死亡率那么高 可是呢 我们看到μ在哥伦比亚 他的死亡率是相当的高 所以这个病毒 这个变异 还是非常严重的 他会比那个Delta还要严重 美国现在说他 世卫组织也是这么说的 说现在μ这个变异病毒呢 还没有什么证据 只有实验室里面 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说 他能够对这个疫苗 对所有的抗体进行逃逸 抗体对他没用 不管这个抗体呢 是打了疫苗产生的 还是因为你得过而产生的 都不管用 我认为呢 这种说法 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出来一个结论 说呢 他们不负责任 但是呢 我能得出来一个结论什么呢 我能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 想当初一直到现在 他们是严重的冤枉了中国 因为中国在一开始 2019年年底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病毒 那中国那时候 中国怎么知道 它非常严重呢 那会儿就指责中国说呢 一开始说 没有证据表明人传人 好像说呢 中国就给他耽误了 怎么能这样来说呢 其实当时对这个病毒的反应 是相当迅速的 我们就知道呢 是在2019年的12月26号这一天 是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 他最先发现了 那发现以后呢 就迅速的报告给了区卫健委 区卫健委 报告给市卫健委 市卫健委就报告给国家卫健委 那到31号的时候 国家卫健委的领导小组 都已经到了武汉了 而且呢 在那个时候 已经报告给市卫组织了 你怎么能说中国耽误了呢 你怎么能说中国是隐瞒呢 是不是 在31号的时候 不仅报告给了市卫组织 而且都报告给了全国 包括港澳台 全部都报告给他们了 这个我是知道的 我远在加拿大 我就看到了香港 他们就在关注来自于武汉的人 每一个去过武汉再回到香港的人 对他们都进行检查 如果有咳嗽啊 发烧啊等症状 然后呢 就对他们进行隔离 说武汉现在呢 爆发了一个不明原因的肺炎 中国怎么隐瞒了 中国怎么就耽误了世界了 对不对 马上就全世界 你想采取什么措施 你就采取什么措施 可是这个世界并没有采取措施 而且呢 这个疫情已经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了 这个μ的病毒是在2021年1月份 首先就在这个哥伦比亚就发现了 可是世界采取措施了吗 采取了吗 现在都蔓延了39个国家 截止到31号是39个国家 可是到今天已经有40个国家和地区 已经发现了μ这个变异病毒 这个没有人来指的说是耽误了 而且美国人说呢 啊现在这个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还需要继续的进行观察 怎么你观察了八个月就行 中国就是在1月20号之前 就没有得出来一个结论 说他人穿人怎么就不行了呢 是不是 这完全是对中国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太不公平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 现在μ这个病毒呢 多么的气势汹汹 现在已经是40个国家和地区 这是报道的呀 在我说话的此时此刻 还指不定有多少了呢 那我看到最后一个报道说 发现了有μ这个变异病毒的地区 就是我们的台湾省 台湾在昨天的时候报告说 他们新发现了有一例 有一个人呢 从美国来的 你看美国 因为美国你没有采取措施嘛 对不对 你不采取措施 然后你还观察 然后就全世界都是了 而且呢 我看到报道说呢 美国是什么情况啊 是美国自己的报道啊 美国这个USA Today 他自己在昨天的时候 他报道说呢 美国已经有了2000例 这2000例呢 还在他们不同的地方 在加州 在佛罗里达 在德州 在纽约州 在纽约州 全都有了 全都有了 美国仍然是不采取措施的 一共才4500例 不过这4500例呢 是31号的数据啊 31号的数据 星期五呢 也是昨天13号了 已经有过去三天了 这三天可以增长很多例的 那美国截止到星期五呢 说他们就有2000例 很多啊 能不采取措施 那现在已经蔓延了 主要的国家呢 我就看到了 很可怕 现在已经到了亚洲 亚洲 中国 周围的这个国家和地区 全都有了 首先呢 是日本 早在世卫组织 它公布的时候 已经就包括了日本 日本是什么情况呢 日本呢 是有两例啊 它这两例呢 是6月26号的时候 从阿联酋来的一个 40多岁的一个女的 就是Miu这个变异病毒 然后是7月5号 从英国来的一个 50多岁的一个女的 是这个变异病毒 日本就说呢 这两例Miu的变异病毒呢 都已经控制住了 没有在社区传播 日本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 当这飞机 从境外来到了日本 他们是有症状的话 会对你进行检测 同时 会把这有症状的 就给他们拉到 指定的那个隔离点 根据症状的轻重 然后呢 还会到相关的医院 对于那些没症状的 一概都回家隔离 回家隔离 而且是14天 你要是回家隔离 真的是 就很没有保障 有一些老实的 遵守的 他能够在家隔离 那些不老实的 不遵守的 就非常危险 非常危险 所以这个政策呢 真的是 是一个灾难性的 是对灾难的一个邀约啊 这是这个日本 然后呢 今天的报道 很多的报道指出来的 都是香港 台湾和韩国 那韩国呢 也是昨天报道的说呢 他们有三例 那他们这三例呢 分别就是 五月份的时候 从墨西哥来了一个 然后六月份呢 从美国来了一个 请注意啊 美国 然后七月份的时候呢 从哥伦比亚来了一个 这是这个韩国的情况 然后呢 就是香港 香港昨天也证实了 说在六月初的时候 就有两例 这两例呢 都是从哥伦比亚来的 一个是一位 19岁的男士 一位是22岁的年轻人 然后在7月24号的时候 从美国来的一位 26岁的年轻人 这都是年轻人 确诊了 是密武这个变种病毒 这是日本 韩国 香港 然后台湾 昨天的时候 确认 他们也有了一例 这个密武的变异病毒 是来自于美国 所以你看现在 对吧 你美国就不重视这个 你还在观察 你现在已经都有了 2000例了 然后呢 你还在观察 你还不控制 对不对 然后让他就蔓延了 全世界都是 如果你现在 金石金刻了 你还这样的话 你怎么去指责中国呢 怎么去指责中国 我看到他指责中国 当初 2019年底 2020年初 因为那会儿呢 是中国的春节期间 人们都旅行 说中国呢 没有及时把武汉给它封住 可是你美国就全世界 任何一个国家 什么时候你们封住了来着 什么时候 凭什么这样来要求中国呢 现在这个病毒 你看看 全方面的来到了中国的家门口 中国呢 一直都是外防输入 内防蔓延 这个输入呢 是严格把关 有的时候呢 还是防不胜防 现在中国周围 日本 韩国 我们自己的香港 台湾 全都有了 非常可怕 我们要知道 每一天 我们的香港和内地之间 有人大量的流动 对吧 台湾和内地之间 也有大量的流动 然后和韩国和日本 因为是邻国 所以呢 也有大量的流动 中国这个防疫呢 真的是压力很大呀 然后 如果你再想想 那些阴谋论的话 你就更加的细思极恐了 美国是不是奔着中国来的呢 用这个病毒啊 来把你都包围 让你防不胜防 看你怎么防 我就不信 攻不破你 是不是就很可怕呢 这个视频呢 我想跟大家聊一下 关于这个立陶宛 立陶宛这个小国呢 真的就跟一个小丑似的 自不量力 比澳大利亚呢 更加的自不量力 澳大利亚已经是够自不量力了 澳大利亚呢 根本就是一个小国 非得把自己当成一个大国 来跟中国进行博弈 但是呢 受到了很多的苦头 那这个立陶宛呢 更不值得一提了 你本来就是一个小蚂蚁 你非得去跟那大象去斗一斗 简直就是可笑之极 这么点小国呢 就是为了去讨好美国 为了呢 跟美国这个大哥牵马拽凳 然后呢 不惜去做一些 对自身伤害非常大的一些事情 自己根本就不值得一打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呢 就是随便的打个喷嚏 对吧 你这种小国你也受不了啊 然后呢 他还学澳大利亚来跟中国叫板 然后中国都没怎么着呢 就跟我刚才说的哈 就打个喷嚏就趴下了 现在立陶宛呢 就趴下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向大哥求助呢 大哥除了说两句便宜话以外呢 也帮不了他什么 他也不看一看 那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还亲自跑到美国 去向美国求助 然后美国呢 都帮不上忙 你说你跟那瞎咋呼什么呢 对吧 立陶宛呢 咱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他有多小呢 他的这个面积呢 就只有六万平方公里 然后他的人口呢 连三百万都不到 只有两百多万人口 就和中国呀 很多的城市一样 不光不能和中国的一线城市比 二线城市他也没法比啊 是不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小国家 你在这个世界上 你也不想一想 你要求生存的话呢 这些大国你都不能得罪啊 现在最明白的就是新加坡了 是不是 你还不看看人家新加坡是如何处理这个大国关系的 然后呢 一味的就作死 从香港那会儿就开始不停的蹦出来 发表一些为美国摇旗呐喊的一些无厘头的一些话 对吧 出来出头 那到新加坡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也是不停的跳出来上窜下跳 中国就不理你就完了 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想和台湾勾搭勾搭 那台湾呢当然是来者不拒了 对吧 那台湾也知道像立陶宛这样的国家来和台湾勾搭 这也并不是说立陶宛他单方面的一件事 这也是美国安排的呀 所以呢台湾也不可能说不给他面子 更何况呢对台湾也有好处 对不对 台湾也是巴不得的 所以和立陶宛之间呢 从今年开始就呢 说是什么互设办事处 立陶宛呢到台湾来开设办事处 那台湾呢也到立陶宛呢 去开办事处 那更加让中国大陆不能容忍的呢 就是以往的时候那些和中国建交的国家 如果说台湾开办事处的话呢 充其量呢就说台北 对吧 但是呢这个立陶宛和台湾 公然的就让台湾呢 到立陶宛设立办事处 就用台湾这个名称 我们都知道呢 如果在国际社会上 你用中华台北 这也是只说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 如果你公然的使用台湾的话呢 就给别人一个联想 说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地区 所以呢中国是绝不允许的 那他们两家呢 捏过了一阵以后呢 7月20号台湾的吴钊县呢 就公布说要在立陶宛设立 这个台湾办事处 公然使用台湾这个字 那中国呢 当然是对这件事是不容忍的 经过和立陶宛进行协商 希望立陶宛在表面上呢 不撕破脸的情况下 纠正这个错误 但是呢立陶宛一意孤行 中国没有办法 在8月10号的时候呢 就把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召回了 那中国驻立陶宛的大使 就离开了立陶宛 并且呢在推特里面发文 就写了一句话 再见了立陶宛 再见了 就是召回了 那同时呢 中国也要求立陶宛 把你的大使召回去 然后呢 赶得挺巧的 立陶宛的大使呢 他在那段时间 他回国了 然后正好在8月11号的时候呢 他刚回了 刚回到中国 到了中国以后呢 还要进行隔离 那他就当天没有扭头就走 而是留下来隔离 那隔离之后呢 也跟那赖着不走 中国让他走呢 赖着不走 那这个立陶宛呢 还公然的叫板和叫嚣 说是呢 立陶宛是一个独立国家呀 有自己的主权呀 有自己的权利来和台湾 进行这种活动啊 然后呢 自己呢 不会向中国屈服啊 等等等等 而且还自己就作死 首先就是自我断腕 因为这个立陶宛呢 它是一个波罗的海的一个国家 跟他接壤的那些内陆的国家 比如说白俄罗斯 一般的来说呢 他们会指着这个沿海的国家呢 利用他的港口 进行这个货物的进出 那这个立陶宛呢 就自己作死 本来呢 他的经济啊 他是没有什么实体的 他有农业 有林业 他的60%的经济 都是服务业 你想想看 其中他这个港口 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就可想而知了 对吧 白俄罗斯在他那里 利用他这个港口 来进行的这种运输的业务 对于立陶宛来说 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立陶宛啊 他就为了讨好这美国 他为了表示 他讨好美国和中国 对立这个决心 他自己就把白俄罗斯 在立陶宛那个港口 输往中国的那块业务呢 他就自断了 不准呢 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 这个贸易的那些货物呢 经过他们立陶宛的那个港口 你这东西 你能难倒中国 能难倒白俄罗斯吗 对不对 俄罗斯立马就说 我们的港口可以让你们来使用 你说这个立陶宛是不是 作死吧 完了以后呢 中国能放过你吗 那中国呢 很快就宣布说 停止中国的那个中欧班列 直达立陶宛的那个班次 取消 你立陶宛从中国进口的那些货物呢 你就不能直达你立陶宛了 那立陶宛呢 说什么 我们也不在乎 不直达立陶宛也无所谓 我们可以绕行其他的国家呀 我们可以把这些货物 让他们运到波兰 然后我们从波兰再拉回来呀 真的是你这么小的国家 你想问题太简单了 你只是绕个道而已的这种事吗 对不对 你的成本得提高多少 这还不说 就是那波兰 他还不趁机扒你的皮吗 是不是 哪是只是绕道而已呀 这个波兰如果扒你的皮的话 你受得了吗 甚至他卡你脖子的话 你受得了吗 这些东西 这200多万人口的这么一个小国 你想想看 他出来的这个国家领导人 他能有多大的一个智慧 好 如果你以为说 你这些从中国来的货物 只是呢 绕道波兰一下 假设波兰 他不卡你 假设波兰 他对你有好 那之后 你立陶宛 你还有货物 出口到中国呢 然后这个立陶宛的这企业 就开始接不到中国的订单了 就接不到订单了 不仅如此 中国呢 就对立陶宛出口到中国的那些公司和企业 你出口到中国 你得有许可证啊 许可证如果到期的话 中国就不给序了 如果是新申请的许可证的话 中国就补批了 等于说就断了你立陶宛出口到中国的这项业务 这个生意你就没了 对不对 你也不想一想 就你立陶宛出口到中国的那些东西 中国是可要可不要 可要可不要 你也不想想那澳大利亚对不对 澳大利亚呢 原本是以为说 哎呀我们的牛肉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的红酒是最好的 我们的龙虾是最好的 中国人得吃我们的牛排 中国人得喝我们的红酒 中国人得吃我们的龙虾 他就以为说呢 跟中国一叫板 这些呢 中国照样还会从他那来进口 没想到 中国立马就不要你这些东西了 对吧 让那些拉着龙虾 拉着红酒 拉着牛肉的那些船呢 都拒绝入境 拒绝接受 让他们那些船呢 就在中国的这个外海啊 就跟那转圈 甚至于北上 到天津的口岸 都进不去 然后呢 澳大利亚就说了 哎呀我们的煤是最好的 中国人是离不开我们的煤的 我们的铁矿石是中国离不开的 的确是这样的 澳大利亚呢 因为它的自然资源 丰富 虽然说澳大利亚呢 它产业工业 它也没有 它也不行 但是呢 它就指着 它那个国家 它大呀 它人少啊 它卖那些自然资源呢 真的是赚的是盆满 钵满 吃不了撑死 澳大利亚如果说 它不怕中国的话 它还有点资本 可是你想想立陶宛 你不想想看你那些东西 立陶宛那些东西也一样啊 晕到中国的港口以后呢 中国说你这个不合格 你那个不合格 然后从里面就捡出虫子吧 从里面捡出细菌吧 然后你大小不合适吧 反正如果是想挑你的毛病 我不要你的话 那太容易了 对不对 好 立陶宛呢 这些东西呢 也是和澳大利亚的那些 一样在中国的那个港口外面呢 就转圈来不了 或者是呢 通过那个班列的那个呢 也不要他们那些卸不了货 现在呢 就搞的这个立陶宛呢 现在就知道这个厉害了 这么一点小的一个 这么一个小国家 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 完了以后呢 昨天有媒体报道 这个立陶宛 把他的大使呢 叫回去了 但是呢 他叫回去啊 他还声称说 我们不是召回大使 我们是把大使叫回去商量 怎么办 你能怎么办呢 你还能怎么办呢 就是你现在 你老实了 你磕头 你给中国磕头 你叫爷爷 中国都不会放过你 绝不会放过你的 中国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啊 杀一个澳大利亚 对不对 都不够 你正好你这个小鸡 你还跑出来叫板 那不杀你啊 是不是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呀 就立陶宛这么一个小国 跟中国叫板 实际上呢 他在中国 他一直都没老实 他在欧洲 然后跟那叫嚣当美国的这个狗腿子 他实际上呢 他这么点小国 他还胆敢在中国进行渗透 然后我看到报道 立陶宛的文化参赞出来说了 说他们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有很多的文化活动 也被中国叫停了 说在中国还出书呢 说在中国要出书那个出版呢 也被叫停了 等于说呢 他们立陶宛的大使馆 在中国开展工作 就全部都瘫痪了 那立陶宛这段时间 就去向他的美国主子去告状 他那个总统说什么 总统就说了 立陶宛作为主权独立国家 有权决定和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 请注意啊 他用词 他也很慎重啊 他就不敢说有权和哪一个国家 发展关系 他就说有权和哪一个国家或地区 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 面对与中国的争端 立陶宛将捍卫民主原则和价值 而不再退让 等等 美国的副国务卿舍尔曼呢 还有这个国务卿布林肯 也先后呢 给立陶宛的外长打电话 给他们壮胆 说什么 美国坚定的与立陶宛团结在一起 并将通过双方协调行动 来帮助立陶宛抵御 因为与台湾发展关系 而遭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压力 这是他让立陶宛干的事啊 所以呢 他应该负责任啊 对吧 但是事实上 他们负责任吗 他们其实也不负责任的 澳大利亚就是一个例子呀 对不对 澳大利亚为了美国 简直就是拼了 简直就是自己的利益 完全都不要了 破釜沉舟了 可是美国怎么对待他的 澳大利亚腾出来的那些市场份额 都被美国抢走了 对不对 什么后果呀 你一个立陶宛 你这么一个小破国 美国能为你干嘛 能为你干嘛 就说两句便宜话而已呀 而且美国呢 利用这个进一步的去鼓动其他的国家 也向这个立陶宛学习 最近呢 就先后有一些国家跳出来 说是呢 要和台湾把那个办事处的名称给改了 如果有些国家 如果想效仿 那你就来吧 有一句话说 你就尽管放马过来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 怕你吗 而且呢 中国最近 就是在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国内的经济结构 我昨天呢 还专门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讲 现在中国搞这种共同富裕 搞这种第三次分配 是怎么回事 这个共同富裕 对一些企业进行调整 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一些影响 会让中国的经济下降 这都没有关系 这都是中国的一个 鸿蒙远律 就相当于 有一句话说 我们这个拳头 你举到这儿 你直接打过去 这是一个力量 如果你抽回来 你再打过去 这又是另外一个力量了 中国现在就是 把拳头收回来 再打出去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那个亚马逊 对中国商家的打压 应该说是呢 都好几个月以前了 大家还记得吗 我曾经就做了一个视频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亚马逊对中国商家的打压 合着到现在呢 这个问题仍然是没有解决 而且呢 进一步的蔓延 几乎所有的 中国的跨境电商的卖家 都被关店了 而且呢 还扣钱 就这件事呢 我现在想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呢 是电商报 他们登载的一篇文章 所谓电商报 我们想就知道 这个电商报 就专门是有关电商的 对吧 所以呢 这篇文章 是他们这些电商的 一个诉苦的文章 他们真是苦不堪言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篇文章的内容 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太惨烈 几乎所有中国跨境电商卖家 都要关店 第一部分 几乎所有中国跨境电商卖家 都要关店 2021年8月15日 阳光普照 热浪翻涌啊 但是深圳市龙岗区 板田街道的一个跨境电商园内 却愁云惨物 老张 这是一个化名啊 老张和姐夫 共同经营的公司 就在这个跨境电商园区里头 他们在亚马逊 做LED环保灯 工厂在东莞的一个城中村里 去年一年 老张赚了500多万 当时还盘算着 把深圳的两房换成四房 但是现在这个念头是彻底的打消了 板田天安云谷 传出有人跳楼后 物业正在阳台上加装安全网 以防止一些被封号的店主 想不通跳楼自杀 你说多惨啊 有的人呢 就是损失太大了 受不了了 都跳楼自杀了 说到封号 实际上 从今年6月以来 板田电商园的很多买家 就收到了来自亚马逊的关店通知 和此前单纯的下架一些产品相比 这次亚马逊不仅直接封号 还将店铺的资金也冻结了 我记得我上一次做视频的时候 跟大家说的事呢 有很多人就表示了 说你要是限制他 对吧 说你必须得停业几天呀 或者是甚至于封你的号啊 这都可以理解 你凭什么把人家的资金给人家冻结了呀 那是人家的钱啊 而且呢 这资金还不是一生半年 上亿呀 少了上万 多了上亿数亿呀 凭什么呀 就好像是呢 比如说 我呢 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一个房子 那因为呢 我又没有办法打理 有的时候呢 因为我的草没有及时割呀 或者因为呢 刮大风 在我的那个前院呢 就刮过来一个大的垃圾在那待着 因为没有人管理呢 这个垃圾一直在那待着 然后呢 我也被罚款 但是呢 这些总之他还都是罚款呢 你说如果说他罚你款 然后呢 你这个房子他不让你住了 甚至于呢 他把你这房子给你没收了 或者呢 把你在账号里的钱给你冻结了 这些就太过分了吧 你说是不是 就好像是我在YouTube上做视频 如果我有违规的话呢 你可以删我的视频 你可以停我的广告 你可以让我不能上传视频 暂停上传视频 甚至于你可以封我的号 你说你就把我银行账号里的钱 你直接就给我封了 甚至你把我们家的房子给我没收了 你是不是又太过分了呢 那就太过分了呀 是不是 我们接着看哈 老张有一个朋友的亚马逊店 6月被封以后 账号内的100多万美元拿不出来 时间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到现在还是拿不出来 你说这亚马逊 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认为这是太过分了 而且我们这要往下看啊 我们看到他整个的他这个做法呢 我们就明白亚马逊呢 并不是奔着整顿这个亚马逊平台来的 我们接着看 板田是国内跨境电商的聚集地 板田近年在跨境电商领域崛起了板田五虎 分别是蓝丝网络 则汇科技 宝石家科技 工廊网络 简单网络 亚马逊一封号 就好像亚马逊阁的一只蝴蝶山东翅膀一样 板田的跨境电商行业 肯定是首当其冲 如今板田五虎的日子过的是非常的艰难 事实上呢 4月底以来 对啊 我也记得根本就不是从6月开始啊 我做的那个视频都好几个月了 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 然后这篇文章说 事实上4月底以来 奥基 帕托逊 泽宝 等多家头部跨境电商大卖家的商品 就遭到了亚马逊的下降 这些公司的营收都在几十亿左右 进入7月 作为跨境电商华南四少中的一员 有客树 因涉嫌违反亚马逊平台规则 公司资金被冻结1.3亿 被活生生给掐的闯不上气来 在公司被大面积的封号以后 有客树的在职员工数量 从今年1月的2800人 锐减到现在的1000人左右 其中主管级的离职人数达300多人 而奥基 通拓更是在有棵树之前 已经提前被亚马逊执行了加法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大卖家们如此 像老张这样的小卖家 更加的惶惶不可终日了 一个月前 老张已经开始清理海外仓的商品 能退的退 不能退的当垃圾扔掉 以减少公司的运营成本 老张说 这已经是亚马逊历史上第五次 针对中国卖家的封电事件了 就是专门针对中国的 老张说 但是此前的四次打击的 都是产品质量 你的产品没问题 就完全可以过关 但是他感觉这次不一样了 这次亚马逊直接针对的是品牌卖家 只要商家有任何的违规行为 就下重手整治 就好像我刚才举一个例子 就我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一树房子 天天去找茬 每一年他都得罚我几次 什么草没割 草割得晚了 然后草坪上有一个大块垃圾 没清楚 然后呢 甚至于我自己在我后院阳台上 放的一个家具 然后他都说无意法 都要罚我款 特别的过分 而且呢 下手特别重 罚钱特别多 我觉得人是穷疯了吧 这篇文章说 此前亚马逊一旦发现商家的某种商品有违规行为 通常都是下架有问题的商品 对呀 你进行处理 你要相应嘛 这次只要该商家有违规行为 几乎所有商品的链接都会统统下架 就是说你这个商家 这个产品有违规行为的话 他有可能这产品呢 还让其他的商家也在买 就是只要是你这家 我给你查出来有违规 所有的这商品都要下架 你找茬吗 有消息称亚马逊接下来还要彻查关联账号问题 这对卖家而言可能是灭顶之灾 他会查说 是不是这些都和你有关 是同一个供应商啊 或者是同一个商家开的不同的店铺啊 通常一些中国卖家会用一张银行卡绑定十个以上的账号 哦 原来这样 而这在亚马逊是不被认可的 已经发现卖家的关联行为 现在暂时还活着的公司最少可能再死掉一半 你这一个卖家不可以开多个账号 一张银行卡绑定十个以上账号 我天啊 你不会用多个银行卡啊 所以尽管现在亚马逊已封掉了五万多家店铺 但是从现在看 这样的封电行为还远远没有到结束的时候 最终有多少中国的店铺被关 他自己管理 他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像脸书啊 像推特啊 他们都是自己管理 想怎么管就怎么管 想关谁的账号就关谁的账号 包括美国总统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情呢 我认为美国应该管一管 不能让他们的权力这么大 你得有一个说理的地儿 哪能说他一手遮天 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啊 可是美国政府 美国那些政客啊 都是站在资本家的立场上 都是 这个川普呢 只有他自己 在他快要不是总统的时候 受到了打压 他才想起来说 这些人的权力太大了 可是当他当总统的时候呢 他就保护他们那些科技公司啊 是不是 现在拜登也一样 拜登是总统的时候 他就想不到去打击他们 把他们的权力给予限制 等着拜登快要下台的时候呢 这些人对拜登下手的时候 拜登是受害者了 然后才想起来说 哎呀这些人的这个权力呢 大的科技公司应该限制他们 他们现在这些大的科技公司 说实在的 就好像社会上的一些老虎一样 他是要咬人的 这些老虎你不给他关到笼子里面 给他一定的限制 他不咬人吗 是不是 然后这篇文章说 亚马逊这次为什么这么狠 这里面就说了 为什么这么狠 这背后是有原因的 亚马逊这次将屠刀高高举起后 对准中国卖家 绝不是心血来潮 最早在今年5月份 亚马逊官方就已经对全球卖家 发出了预警 明确要求卖家不可以滥用评论 不过当时很多中国卖家都没有当回事 事实上当时滥用评论 从一开始就作为违规行为 写进了卖家和亚马逊签订的合同里 但是一些中国卖家习惯了在国内刷单 随商品寄送好评卡 发短信给客户催促消费者 打五星好评等 所以他们通常也会把这套玩法 带到亚马逊上来 那个刷单呢 确实是一个作弊的行为 但是呢 如果说他们讨好这个买家 催促一下买家 给他们点好评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可有可无吧 放在以前 这样的行为在亚马逊 可能还引不起轩然大波 但是今时今日 形式已经完全不同了 首先在一个错误的时间节点 国内卖家刷单被抓了现行 2017年以来 亚马逊中国卖家数量高速度的增长 其中广东卖家占到了70% 其中大部分是深圳卖家 这种情况早已引起一些 别有用心的欧美人的警惕 对于该话题的讨论一直很有山中性 然后在今年的6月 一向对中国没什么好感的 华尔街日报 暴露了中国卖家 在亚马逊使用小卡片 强迫用户打好评的行为 此事传播开以后 一度冲上了媒体热搜 最后亚马逊也不得不在媒体面前 树立杀利诀的形象 由此揭开了全面封杀 中国卖家账号的高潮 原来是华尔街日报 推起来的这件事情 其次不排除亚马逊 有公权私用的嫌疑 事实上亚马逊近年来 一直通过一些大促节点 有策略的推出自营品牌业务 该业务从2013年的近200个 扩张到2019年的近2000个 6年上涨了10倍 产值将达到300亿美元 这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每次亚马逊整治中国卖家 都发生在Prime Day 黑五或圣诞节前后 为的就是不让其他品牌 分走自由品牌的流量 这就可以理解了 这就可以理解了 这亚马逊呢也太不低调了 一个这个平台的成长 你是离不开这些用户的 当你在用户的推动之下 你品牌成长起来了 然后你就去杀那些用户 所以无论是愚工还是愚私 这次亚马逊大力度的封杀中国卖家 都是如箭再选 不得不发 深圳雷霆出手 200万仍然只是杯水车薪 那中国政府如何来应对这件事情呢 就让中国大量的电商的商家 被亚马逊这样的封杀和欺负吗 我们来看看 亚马逊封电风波 这次持续的时间这么长 也让很多中国卖家开始反思 有没有可能不把鸡蛋装在一个篮子里 比如说拓展其他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有 对这事呢就是这样的 亚马逊不可能再对中国的这些电商家开放了 因为他们要发展自己的业务 他用这些平台卖自己的产品 现在我们在亚马逊上买的好多的那个东西呢 实际上都是亚马逊自己卖的 现在我们就发现呢 亚马逊的这个到货 为什么说越来越快 有的时候当天就到了 为什么 就是亚马逊自己在搞啊 他有自己很多的仓库啊 我们再来看中国怎么办 但是客观而言 目前其他的第三方跨境电商平台 比如说苏买通 Wish Ebay Lazada 在流量获取和运营模式的成熟度方面 和亚马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你看这些平台哈 即便是像Ebay这样的老牌的 他现在呢 他都没有成熟起来 他都没有这亚马逊好用 各个方面呢 这个Ebay都输给了亚马逊 现在呢亚马逊他遥遥领先了 他就要把这些个用户给他杀掉 比如说有些第三方平台 要求卖家每个月最少做到100万的销售额 基本排除了那些没有实力的小商家 还有些平台近年来口碑不断的下滑 除了不断的催用户投钱进来 服务质量一直没有跟上来 事实上上述的很多大小卖家 他们都是同时在好几个第三方平台 开有自己的店铺的 但是从最终的利润表现上来看 亚马逊都是远超其他平台的 所以即使中国卖家被大面积的封号 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卖家们在接下来主动适应亚马逊的规则 而不是走其他的路 那么做独立站有没有可能呢 所谓的独立站就是在出口跨境时 建立第三方跨境平台之外的独立网站 而且通过这个网站推进自己的跨境电商业务 其实在北美有好多这样的独立站 比如说Best Buy 比如说Walmart 比如说Superstore什么的 他们都有 都是自己的平台 相对亚马逊第三方电商平台 独立站的好处是不受别人的规则约束 经营形势更灵活 比如说近年来兴起的中国女装跨境电商品牌 SHIN就是通过独立站释放潜能的 但是不得不承认 独立站在运营上的成本和难度一开始是偏高的 这个道理就像精装房和毛皮房 前者什么都装好了拎包入住就行了 后者还要自己劳心劳力的搞装修 最后装出来的效果还不一定比精装房的好 讲一讲也是独立站的流量要通过SEO 当地社媒做推广等获得 而SEO离不开谷歌 社媒推广又离不开脸书 Instagram 推特的 实际上流量还是一样卡在别人手里 我觉得这事呢其实也不一定 为什么淘宝 拼多多 还有京东这些 不可以和亚马逊来竞争呢 很多的中国人在平台上买东西啊 海外这些中国人就用国内的平台 都能把平台给推上来啊 接着看 电商报注意到 最近深圳市商务局发出通知 对通过独立站销售渠道 开拓海外市场的跨境电商企业 进行资金支持 单项目给予200万元的资助 最多单项目申报奖励可高达300万元 就是中国现在呢 也出手了 就来支持做独立站 与其支持做独立站还不如搞一个平台呢 或者支持一个平台 支持淘宝 支持拼多多 支持京东不行啊 但是这个通知更多传达的是官方对此事的关注 而不是真正提出解决方案 首先200万的扶持资金 符合条件能最终得到的卖家威护起位 相对亚马逊冻结尼上亿的资金 200万的扶持资金 解解中小卖家的燃眉之急还可以 对大卖家们而言真的是杯水车薪 当然更关键的一点就在于 就算暂时可以缓一口气 以后怎么办 毕竟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持续壮大 跨境电商已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是这个时候对卖家的自律要求越不能放松 越是这个时候中国的亚马逊们越是不能施语 这又是一个摆在中国面前的一个问题 希望中国呢尽快能找出来一个解决办法 摆脱亚马逊的这个卡脖子 看来呢我们中国人呀 对老外还是把他们想的太好了 把他们想的太好了 觉得说呢哎呀你这么一个平台 然后呢水涨船高对不对 我们这些商家来烘托你 商家多了你这个平台才壮大吗 但是呢你就想不到 他会为了什么利益来掐你的脖子 来把你掐死 好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